这个其实就是被什么 由于什么导致他们死亡了 By lightning striking the water 可以当作被什么所杀害 好 所杀害 lightning是闪电 闪电是triking是打击 好 那么闪电打击到水 不论是海水 河水 湖水 闪电一打到水上面去 然后就倒电 就这样子 这个人在大雷雨中还在游泳的人 这些人就被伤害遭遇不凑 被雷被闪电打死了 这个By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加ing是triking 后面又来一些情况是这样子 那有些人是try to rescue others 有些人想要去解救别人 好 解救别人 后面补充一个 这些是片语 补充 解救别人情况如何 怎么情况下去解救别人呢 Without using a boat 没有使用一艘船 好 没有划小船去救 也没有一个lock lock就是木桨之类的 好 木头 或者是plank 好 plank一个板子 树板 或者是lock 绳子 或者是其他会漂浮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没有带 都没有使用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 你要救人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 但是without use 偏偏没有用到 没有利用到这一些东西 那不就是找死吗 对不对 你去救人 绳子也没带 对不对 也没有木板什么东西 会漂浮的 那些气球啊 那些也都没有 那你会被拉下去 记住 那个溺水的人 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你去救他 说不定 你就会被溺水的人 连带的被拉下水去 因为他为了求生 那个从身体发出来的力量 求生的那个意志力 非常的强大 所以旧的人搞不好 连带的就被这个拖了了 好了 This is an unwise thing 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对谁来讲 对这个专业的游泳的人 也就是专业的游泳的教练而言 对那些专业的游泳的人来讲 你这样子做 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什么是不明智的事情呢 这个路士就代替前面 这个句子 你去救别人 却没有运用 却没有利用船啊 木板啊 还有其他漂浮的东西 你都没有带去 这样怎么救人 对不对 这是很不明智的 你是有勇的专家 这些应该要懂 但是你偏偏疏忽掉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OK 这个是内容的一个讲解 那现在我们来看语法的部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上有些有些 在写作上常常会出现 不过写作音没有写那么多的 有些有些 大概都是两个三个 有一些怎样 有一些怎样 或者是另外一个写完是 有一些怎样 and others怎样 others跟some都一样 两个都是相通的 好 现在看例子 some tourists are admiring the scenery 有些观光客在 那边可以让欣赏 正在欣赏这个风景 那有一些呢 正在artaking 正在拍照 所以这两边都在对称 进行式 这边也是进行式 这是一个对称的写作模式 那同学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第二个 some paddlers are inviting customers paddlers是什么 我们的路边那个推小贩 好 小贩路边卖东西的那个小贩 那叫paddlers 那有一些小贩 正在什么 什么叫隐白点 邀请顾客 什么叫邀请顾客 我们就翻词 正在招揽顾客 我们就翻 有一些小贩啊 正在招揽客人进来 那有一些呢 art cooking 正在这个住 东西 住食物 好 这个都是两边 进行式在对称 有些正在怎样 有些又正在怎样 这个在写作上是经常使用到的 好 下面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with no 我们在写法常常会看到 with no加名词 那或者是用with no 加名词 因为这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那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是with是后面加名词 后面再加ing跟pp的 这个是附带说明的句型 附带说明 附带说明这个名词的情况 好 这个是附带的情况 这个名词正在怎样 这个名词被怎样了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语法 那with后面直接在ing就是没有怎样 在前面不是讲了 而没有使用到 without using没有使用 现在看例子 with his hand stretching out 好 你看 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写法 with 这个with的含义就是附带 表示后面的内容是附带的情况 不用翻了 好 就是 他的手 他的手 手怎样 伸出去 手伸出去 那谁的手 前后主词相同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词片语 他大概就是前后主词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乞丐 把他的手伸出去 这个乞丐 就asking 要求 谁 for 可以 这个就是 这个要求某人 给他什么东西 好 这个乞丐就正在要求 paceless pie 就是旁边的 从旁边走过的人 叫路人 他在要求路人 给他一些coin 铜板 一些钱币 这样子 这个写作 这是高水准的写作 好 下面第二个就是 用 without 加RNG 就是没有怎样 好 没有努力工作 也没有 perseverance 也没有坚忍 不拔的精神 你没有努力工作 也没有坚忍的精神 那一个人 is hard 他就很难去实现 他的梦想 所以很清楚 一个人 很难去实现 他的梦想 如果没有努力工作 也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的话 这些句子都是非常漂亮的 都是透过with 是without 那么这些重要的一个片语 来表达呈现出来的 好了 这是海永安全细之第二部分 全部的分析跟讲解 进来 谢谢大家